男人蹲在潜水汽舱口 看着队友下到400米深海工作 可他非但不帮忙 反而伸手切断了队友的氧气 其他两名队员愣在原地 难以置信地瞪大双眼 拨知他为何要做出这样疯狂的举动 很快通讯器里便传来队友虚弱的声音 不料听到这话 刚才还十分震惊的两名队友 却为重新打开氧气开关 反而拔掉他的牵引绳 扔进大海之中 不给他回来的机会 任由他死于窒息 亲手害死朝夕相处的队友 令潜水中里的气氛变得沉寂 但三人也是没有办法 因为风暴 他们被困在400米深的海底 氧气也已经所剩无几 死去的队友执意下水浪费氧气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 可就在他们内疚不已时 一旁却突然传来奇怪的声音 三人定睛一看 发现加热气竟然坏掉了 深海温度极低 没有加热气 他们很快就会被冻死 这时第一次下水的男人 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 他用焊枪不停加热水罐 很快在火焰的炙烤下 水罐冒出浓郁的蒸汽 潜水中里的温度缓缓上升 三人纷纷露出笑容 可当队长回过头却发现 剩余的氧气竟被焊枪消耗了一大半 他们喜悦的心情瞬间跌入谷底 眼看氧气即将耗尽 救援队也迟迟未到 三人赶到求生无望 在队长的带头下 准备写好遗书 给家人交代后事 而就在这时 通讯器里却突然传来救援队的声音 队长蒙迪一惊 赶紧凑上天 拿起通讯器 向救援队说明了 田水中目前所处的位置 但令他没想到的是 救援队告诉他 风暴还在继续 船只根本无法靠近 他们至少需要等待三个小时 才能逃出生天 听到这儿 队长有一些绝望 因为剩下的氧气 连三人呼吸一个小时都不够 根本不可能坚持那么久 就在他为此苦恼时 一旁的大壮出了个主意 在输油管道的连接处 会存放供检修人员更换的氧气瓶 只要找到氧气瓶 他们就能坚持更长时间 这让队长十分纠结 因为下海会加快氧气消耗 一旦没有找到氧气瓶 他们连一个小时也坚持不了 可生死关头 他也想不到更好的办法 思考再三 还是同意了大壮的方案 很快 大壮穿好潜水服 朝管道连接处赶去 男人和队长则留在潜水中里 为他指引方向 牵引绳一点点坠入水中 很快就消失了一半 但漆黑的海底 大壮一个转身 一条长长的输油管出现在他面前 得知消息 男人欣喜若狂 不料 大壮却发现 连接处却空空如也 根本没有氧气瓶 男人赶紧查看地图 发现他找错了管道 于是急忙出声提醒 大壮在指引下继续前进 没走多远 就看到一个氧气瓶 然而 此时牵引声已经放到极限 他无法前进分毫 情急之下 大壮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 下一秒 他的声音在通讯器里突然消失 这让队长十分担心 他顾不上氧气已经见底 立刻进入海中 顺着牵引声 前去寻找大壮 结果发现大壮 抱着氧气瓶 倒在了不远处 队长不敢耽搁 赶紧抓住大壮 奋力向潜水中游去 十分钟后 在男人的帮助下 他成功将大壮带了回去 不料这时氧气耗尽 刺耳的警报声响起 灯光开始剧烈闪烁 队长来不及犹豫 急忙给大壮做起心肺复苏 同时催促男人换上氧气瓶 紧张的情绪 令男人手忙脚乱 费了好大的工作 还把氧气管安好 随着气流声响起 潜水中里的氧气含量迅速上升 四周渐渐恢复瓶颈 之后 两人急忙给大壮 带上急救面具 随着氧气的输入 他渐渐恢复了意识 大壮成功苏醒 加上找回的氧气 足以支撑到救援道来 让男人和队长的脸上 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这时 身后的通讯器里 传来救援队的声音 队长立刻飞奔过去 拿起通讯器 询问是不是救援队来了 不料 救援队去告诉他 虽然他们已经到达目标海域 但附近全是船只残海 无法确定潜水中的具体位置 需要再等不知多久 说完 那边不等队长询问 又无情地切断了通讯 听到耳边的声音消失 队长无力地放下通讯器 陷入了深圣的绝望 因为找到的氧气 根本没办法使用这么长时间 男人注意到他的情绪不对 急忙过来安抚 并提出可以放出信标 来指名方位 但这意味着 需要有人冒险进入海里 三人商议许久 最终 队长自告奋勇 下水释放信标 于是很快便穿好潜水服 游到了指定地点 不料 就在他准备开启信标时 双手却突然因为缺氧 变得无力 根本不能把信标打开 情急之下 他果断脱掉手套 准备再次尝试 可就在这时 周围近悄然聚集了 上百只剧毒的水母 队长专注于开启信标 丝毫没有意识到危险 突然手上传来一阵巨统 他这才发现 自己被困在水母群里 他挣扎着想要逃跑 却被水母死死缠住 动弹不得 慌乱中信标脱手而出 缠绕的水母也越来越多 情况顿时危机到了极点 然而队长却突然冷静下来 不顾耳机里队友反对的声音 主动解开了牵引绳 奋力向上游动 他强行穿过厚厚的水母群 用布满血痕的手 抓住飘走的信标 接着用尽最后一丝力气 打开信标的开关 队长心满意足地松开手 看着闪烁的信号灯慢慢飘走 他自己却因为众毒而开始抽搐 随后便沉入了深深的海底 队长的牺牲 为幸存的两人带来了希望 但他们却并不开心 只是沉默地等待救援来临 突然大众事后传来救援队的声音 他急忙带上通讯器 询问他们是否找到潜水中的位置 然而救援队却告诉他 虽然他们已经探知到具体位置 但潜水中位置太深 需要一个小时后才能感到 可仅存的氧气 根本无法坚持那么长时间 大众沉思两久 心里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他立刻关闭舱门 把阀门拧顶 接着敲碎控制器玻璃 打开了上扶开关 伴随着铁链脱落 潜水中缓缓上升 巨大的压力差 让灯光开始剧烈闪烁 潜水中仿佛随时会从内向外爆开 大众和男人只能系上安全带 抓住身边一切能抓的东西 稳定身体 听天由命 但好在潜水中很坚固 很快便上浮道离海面只剩60米 不料 朗生却突然被船车踩在钩中 潜水中顿时停在水深40米处 仿佛被命运的大手牢牢攥住 不肯让他们逃出生天 此时氧气即将见底 40米虽然不深 但救援队至少要半个小时才能到达 男人彻底陷入绝望 在狭小的舱室里不停乱转 可大众却异常冷静 似乎已经有了主意 他带男人走进救生舱 准备借助潜水符游上去 不料却发现潜水符只剩下一件 生死关头 大众没有犹豫 直接越过愣在原地的男人 先一步拿起潜水符 男人对大众的行为感到愤怒 他默默转过身 捡起地上的匕首 站在大众身后 准备出手抢夺救生衣 不料 大众发现后异常冷静 只是淡淡地说 听到这话 男人绝望了 他根本不是大众的对手 只能无力地丢掉匕首 做好了等死的准备 可下一秒 男人却傻眼了 大众并没有离开 而是取出事先写好的遗书 递给男人 希望他得救后 能把遗书送给自己的家人 随后便帮助男人穿好潜水符 又帮他通知了救援队 就这样 男人带着大众的期望 进入海中 开始向海面游去 然而因为没有减压 就在男人即将浮上海面时 却突然感觉头疼欲裂 五脏六腑 像是冲了气一样膨胀起来 让他毛骨悚然 很快 一股腥甜的液体涌上喉咙 男人急忙扯下头盔 煞时间 浓郁的鲜血从口中喷出 这意味着 减压症已经使他的内脏破裂 必须尽快得到救治 生死关头 男人只能赌一把 他扛着身体要爆开的剧痛 以飞快的速度向海面游去 强烈的窒息感 让男人本能地张大嘴巴呼吸 伴随着血水不断涌出 海水瞬间涌入他的肺部 无数气泡在海洋里沸腾 男人已经命悬一线 全凭强大的求生意志 苦苦支撑 终于在失去意识的前一秒 他成功游出海面 在海面上浮河沉沉 幸运的是 救援队就在附近 他们一把拉住男人 将他拽上救生船 带去医治 与此同时 潜水中里的氧气 已经被男人耗尽 无法维持压力平衡 海水灌进舱室里 淹到大壮的胸口 但他并没有坐以待毙 而是潜入水中 准备凭借自己的毅力游上去 可缺乏足够的氧气供应 让大壮浑身无力 没游多远 就坚持不住开始呛水 但他并不想放弃生的希望 强忍着缺氧带来的痛苦 不停挥动着双臂向上游动 然而 大壮终究没能站上身体极限 他的意识渐渐模糊 在努力坚持一段距离后 便再也承受不住 慢慢沉入了 深邃幽暗的海底